猫跟狗狗真的能玩到一起吗 朋友出去过元旦 就把家里的猫寄养在我这里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只猫 它害怕地躲在我身后 它一直扒我腿 想让我抱它 小白很高冷 一直没有理它 于是它就各种挑衅 好像在说 哎 你来打我呀 我背后有人撑腰 它的样子太贱了 这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了 小白终于忍不住了 就轻轻打了它两下 没想到它是只受虐狗 竟然还上头了 这事没完了 小白竟然喜欢闻它的狗骨头 它在地上骂骂咧咧的 切得上窜下条 这眼珠子都要动出来了 吓得我赶紧给它拆开 快别舔那口袋了 直接吃骨头 真怕别人抢它的 来 你吃猫罐头 这时候就给它闻了一下猫罐头 突然手里的骨头就不香了 它现在就像一个 爱抢玩具的小孩子一样 永远觉得自己手中的东西 没有别人的好 你看我也没有 那是人娘家带过来的猫罐头 别看了 这个罐头盖还可以捡一下 真不要你最爱的牛大骨了吗 今天要教会你一个道理 就是有的猫生在罗马 有的狗就算拼尽全力 也会惨遭现实的毒打 把我手机碰掉了 它就这样看着猫吃罐头 它吃沙发头 最后它开始卖萌了 那就给你一次机会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它舔了小白 小白就把吃的让给它了 于是它就一直吃 一直吃 眼看着一个罐头就要被吃完了 真的太有爱了吧 给你买了一个这个 喜欢吗 它趴在我腿上的样子像个迫切想喝奶的小婴儿一样 狗生中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骨头 它对它真的是又爱又怕 它可能还以为那块骨头是活的 都啃了好几口了 你看那表情像细精一样 从那以后它上哪儿都带着这块骨头 现在那骨头都被磨得这么小了 搬家都必须还要带上它 走 去那边睡觉 快 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骨头拿了 这块骨头都已经啃得包浆了 都还在啃 我想知道是所有狗狗都这么喜欢啃骨头吗 晚安喽